这个男人吃下一颗神药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上一秒还是废柴的他 立马变成了天才 随便动的时候 就能写出一本畅销书 再动动脑子 就能轻松赚到几百万美元 更夸张的是 最后他竟然能竞选米国总统 简直是天下无敌 他叫艾迪 在不久前还是个没用的废柴 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垃圾 就连女朋友都看不下去 和他分了手 这一天 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前小舅子 对方在制药厂工作 他们研发了一种新药 据说能开发人的大脑 小舅子见他这么落魄 就给了他一粒透明药片 但仅仅这么一粒 也价值八百美元 反正自己的生活已经很糟糕了 难道还能更糟糕吗 艾迪直接囤起了药 结果遇到房东来收租 正巧这个时候药小发作 他的双眼立马放光 周围的一切都清晰起来 所有细节尽数眼底 艾迪的大脑开发到了百分之一百 他看到房东的包里 有关于法律的书 大脑瞬间回忆起 曾经看过的法律书 他轻松地把房东解决了问题 还顺便解决了房东 他回到房内 看着混乱的家 仿佛精力无限 没一会儿的功夫 房子焕然一新 脑中的灵感也喷涌而出 他立刻马自写出了一本书 但到了第二天 他又变回那个浑浑噩噩的自己 疲惫感涌了上来 这种落差感让得十分难受 他把自己写的书交给编辑 结果自己刚到家 编辑就打了电话 说自己太喜欢这本书了 艾迪意识到 这种神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于是他找到小舅子 却发现他已经身亡 看来基于神药的人不止他一个 艾迪来不及震惊 确定房内没人后 他戴上手套搜查神药 最后在烤箱的暗格里面 找到了一整包神药 艾迪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自己将走上开挂的人生 他不仅轻松地写完另一本书 三天内还学会弹钢琴 只是半吃半解 就能熟练用一门语言 突然间 他就变得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他开始尽情挥霍 想数人生 直到斗力只剩下八百块 但这也难不倒他 他立马转去做投资 第一天他赚了一千二 第二天赚了七千五 但这样太慢了 于是他找到光头 向他借了高利贷 整整十万块钱 仅仅一周 他就赚了两百块 一瞬间 他就成为华尔街的新宠儿 商业系统卡尔 都打算与他一起合作 艾迪的女友见了 决定与他复合 但神药的威力 还不止于此 艾迪不过是看过 李小龙的电影 面对好几个壮汉的围攻时 就能利用电影里面的 一朝一世轻松应对 这种学习能力宛如开挂 但他的药 已经所剩无几了 药效过后 他会变成了普通人 甚至还不如普通人 看着卡尔给他的文件 就像添书一样 谈生意的时候 也是力不从心 他连集中注意力都办不到 艾迪不愿意就此放弃 他拿出小舅子的本子 打电话给买过药的人 但他们不是领了盒饭 就是已经重病了 艾迪拨通最后一个电话 铃声却从身边响起 他记得这个老男人 对方这段时间 一直在跟踪自己 他立马逃跑甩开对方 来到前妻这里 得知了真相 原来他也吃下了神药 但服用神药的人 基本都没有好下场 前妻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他告诉艾迪 要慢慢减少用药量 如果直接戒断 会要了他的命 好巧不巧 高利大光头找上了艾迪 要他交钱出来 对方还发现了 他手中的药 最后的那一粒药 也被光头夺走 吃了下去 不仅如此 艾迪还要去银行 给他取钱 他仿佛又变回 那个穷小子 他一路颠簸 来到尼尔的公司 将一切的事情 告诉了他 还说自己留了一包药 就在他的家里 尼尔没招 只好回家取药 垂直反途的路上 被老男人盯上 尼尔一路逃到公园 找两个路人求助 但这老男人 和疯了一样 直接拿刀捅伤了两人 尼尔躲了起来 但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发现 艾迪在电话另一头 怂恿尼尔吃下神药 只有这样才能逃脱 尼尔吃下神药 呼吸逐渐平缓 慌张已经消失 一脸从容淡定 他已经找好了逃跑路线 他跑进溜冰场里 抱起一个小孩 转了一圈 用溜冰鞋划上光头 成功逃脱 事后 尼尔要求艾迪 停止用药 可艾迪已经戒不掉了 但他很快发现 光头在跟踪自己 为了堵住他的嘴 艾迪给了光头几片药 将他打发走 现在有了神药 艾迪的生活 重新变得光鲜亮地 他和商业大佬 艾尔合作开始赚钱 他们商讨着 一个合并计划 这个计划成功 他将获利四千万美金 但为了安全起钱 他买了一间 安保超乡的房子 还请了两个保镖 他的每套衣服 都缝了暗带 艾迪还供了一个科学家 让他在六个月内 将神药做出来 他的生活貌似不如正轨 但意外还是来了 身上的神药不见了 他还收到了一个快递 里面居然是自己保镖的手 看来光头已经找上门了 果然光头带人 来到了他的屋外 艾迪立马动脑 仔细回忆哪里还有神药 但光头他们的强势闯入 害得他将最后一粒药 掉入地缝里 想一想得出 光头是来拿药的 他还研发了新的方法 将神药溶于水 打入体内 药效更强更持久 但这一次 艾迪不会再束手就擒 等到光头接近自己的时候 他出手捅伤对方 将他残忍杀害 他望着地上的血 做了个决定 他的双眼重新焕发光芒 超强的大脑开发下 他轻松地解决了 另外两个帮手 并且找到了其他的存活 多年后 艾迪成为了出名的作者 而且还当上了国会议员 正准备竞选领导人 但许久未见的艾尔 招伤了他 原来他也知道了 艾迪拥药的事实 而且还知道了 他的制药厂 要挟他与自己合作 否则就要将 他的制药厂关掉 面对艾尔的挑衅 艾迪并不在意 他早已经把握住 自己的命运 现在的艾迪 已经戒掉了神药 因为他的大脑已经进化 不需要再依靠神药了 他还预测了 一旁的交通虚骨 摸到艾尔的胸膛 明白他的心理混乱 需要做换心手术 艾尔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现在的他已经无敌了 最后艾迪来的一家中餐厅 大家听得懂 他说的中文吗 直到影片的最后 导演也给我们留了悬念 大家觉得 艾迪究竟是真的进化了 还是在继续吃药呢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斯坦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